全球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 而这也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文明病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的药物 可以针对脂肪肝来做积极的治疗 因此有医院就和大学合作 研究脏脂对肝脏的治疗效果 花费六年时间经过人体临床实验发现 脏脂菌丝体在服用之后可以调整免疫反应 并且有效降低脂肪肝跟发炎的程度 而如此突破性的新研究 最近还登上了美国的医学期刊 脂肪肝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文明病 全球每四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是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的药物 可以针对脂肪肝来做积极治疗 不过最近国内却有一项最新研究 发现脏脂的菌丝体 不但可以调整免疫反应 还能够有效降低脂肪肝的发炎程度 我们发现它对肝脏的保护功能特别的明显 尤其能够促进肝脏抗氧化消瘦活性的表现 然后甚至到后面我们也做了 那个癌症相关的一个动物实验 也认为它有一个很好的护肝的效果 所以想说是不是也可以对我们 目前国内罹患比例相当高的这种疾病 非酒精性脂肪肝也有它预防的效果 或是改善效果 从动物实验面都有这个结果 所以它想要探讨临床 所以它初步 我们这是主要初步的做研究 而且比较严谨的做研究 但是因为这个研究个数不多 所以未来应该要大量的做研究 花费6年的时间投入研究脏肢对肝脏的治疗效果 并成功获得整体临床实验证时 在8位重度脂肪肝患者当中 有机会顺利从重度转为中度或轻度脂肪肝 成效两号 采取酸盲室的实验 就找两组 一组给它安慰剂 再加上运动饮食的控制 另外一组是加 一样也是运动加饮食控制 然后再加脏肢菌食体 两组来做研究 然后发现到 它可以 它可以有 在脏肢菌食体这一组的话 它可以降低肝脏的发炎 还有可以降低脂肪肝肝的程度 所以这是我们的发现 而这一项国内最新突破 最近也登上美国的医学期刊 引发医学界的关注 不过医学提醒民众 预防生育治疗 注意饮食跟运动 就能有效避免灵患脂肪肝的机会 只有陈浩和台中采访不到